大陆大学生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 今天再现高潮 将近有三千名的北平大学生 中午在天安门前广场展开绝食抗议 要求和中共官员直接对话 三千多名来自北平各大学的抗议学生 今天上午结队从校园出发 他们高举着巨幅的布条和标语牌 头上还绑着绝食的白色袋子 沿途不断地高呼口号 要求中共当局对他们的民主诉求 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中午以后天安门前的学生越聚越多 在广场上的学生开始举行绝食静坐 学生的领袖表示 除非当局答应和他们会谈 否则抗议的活动绝对不会终止 绝食的学生们还扬言 下个星期苏联领袖哥巴契夫到北平访问的时候 他们还要举行抗议的活动